前不久,家住海淀区三亿庙的余女士向我们求助 她说,家中原本是一团和气,但却因为一件事弄得十分拧放 所有人现在都不知如何是好 为了了解其中的缘由,记者专程赶到了余女士家 让余女士烦恼的是一件正在进行中的房产更名手续 而此中的关键人物正是她的弟妹,老张家的二儿媳 第三条解释,欢迎来到我们的调解现场 今天首先来到第一现场的是张家的大嫂余女士 您好余女士,我们看了一下啊 您家是这个您的先生家应该说是哥仨 对 在这个房屋归属上是没有争议的 没有 没有争议,就是老家的三套房子分别给三个儿子 谁也别打架,正好 既然是没有任何争议的分配 为何一家人会来到第三条解室的调解现场呢 余女士说,事情卡在了弟妹身上 这其中有何内情呢 您跟我们说说这个遇到什么问题了 遇到小叔子,二小叔子死了 死了之后呢,他没死的时候答案就没了 所以呢,他在纠结,还有医保都入不了 结果呢,自己也挺纠结的 就是老是愧疚自己吧 他也死亡了 结果死亡之后 他这个答案也找不着,没有答案 而且他没有答案,他的闺女也没有答案 所以呢,这个房的那个产权就弄不下来 就差两个章 这个跟您家有什么关系啊 工程处要这个 这个事儿为什么要牵扯到小叔子 这房是老婆婆的房 老婆婆的房呢 就牵扯着这个三个子女分的问题 他说你必须你得去 来,您家这个三个,搁三个,一人一套房子 公婆给余女士家的房子 为何会与去世多年的二小叔发生关联 从张家老父亲的讲述中 我们得知了张家这些房子的由来 这个房子呢 是以他的名义买的 他有点福利存房的形式 这房子买的时候他说他不买 我说这是个便宜 你要是坐过这村 这将来给你没这店了 我说还是买吧 他说买,没有那么多钱呢 我说你没有那么多钱 我拿一半,你拿一半 这么呢,他就买了 张家父亲告诉我们 1984年,老伴的单位分了一套58平米的福利房 老两口在商量之后 共同出资将这套房子买下 之后,老两口又先后在西螺园和通州 购置了两套房子 面积分别是68平方米和148平米 张家的三套房子从面积上来看相差有些悬殊 难道问题是由于房屋面积引起的吗 就说那个,那58米的房子是给大儿子了 在海淀的房子给大儿子了 在西螺园那个房子给了二儿子了 然后在通州那个房子给了小儿子了 对 是吧 对 那么现在所谓的给了,过户了吗 二儿子过完户了 在哪里 六十多钱 三一年了 三一年了 老二的完成过户了 那就是已经是老二的没有问题了 那老大的呢 老大的过不了 过不了 那老三的呢 老三的那是小产权 小产权就不存在过户问题了 是吧 对 那现在出问题的是老大这个房子 对 这几年 张家父亲感觉自己的身体大不如前 便想把家里的三处房子提前分给三个儿子 可没想到 他的这份父爱 却让张家的亲情就此打了一个结 原来准备分给大儿子家的这处位于海淀的房子 一直在张家母亲名下 由于母亲已经去世多年 大嫂如今要办过户 就需要其他继承人的配合 那现在在这个放弃继承的这个问题上 您的这个二小书子 因为他也不在了 对 然后他是什么什么档案出问题了呢 这我也不知道 就现在缺的是什么文件 缺的就是说 他就他就跟我说缺的是他的档案 就缺一个缺档案 缺一个章 缺一个工章 砍一个工章就完事了 首先您需要去哪个部门 这件事是哪个部门要给您解决的 是公正处 公正处 对 他需要什么 就是你要办理这个继承财产的继承公正 对 继承公正处要求你们提供各种材料 那现在哪个环节出问题了 哪个材料不能出啊 就是二小书子那个 人事档案 对 亲属关系吗 是亲属关系吗 那个我也不懂 他现在问题复杂在哪了呢 他现在是原来是母亲的房子是吧 对 那么现在呢本来说给他了给了老二 但老二又去世了 就是各自分了以后 其中呢老二是继承人嘛 对 但现在如果要老二来协助老大来办理过户手续的话 现在是老二的继承人们 老二的二弟妹呀 他的孩子们呀 作为老二的权力的继承人 他要来协助大哥大嫂这边来打过户 那是不是就人事关系更加复杂了一些 对吧 对 于女士说 作为母亲继承人之一的张家二哥 已经在多年前去世 因此需要二哥家的其他人配合 才能办理相应手续 而现在二哥的家人似乎有些不愿配合 这是什么原因呢 先要解决老二跟他们的 跟他老婆孩子的继承关系 在这个基础上 再由他的老婆孩子们来协助大哥这边来办手 张家老父亲表示 当年老伴生病是二儿子一家变卖了自家房产 搬来照顾了他们五年多 难道这次过户不顺利 与这件往事有关吗 就是我们那个呀 活在是不是 打案就丢了 就没有找到 那他这个打案是怎么丢的呀 他这个打案吧 从东北开到这儿到八县 到八县给了一个别人 新留的一个人 完了他就给整丢了 就在这儿找不着了 我找到这儿他给管这个事 我都找不着他 对呀 十六岁就想想 到快退休快就修了 打案没有了 他那二女儿也开了 他有工作单位呀 他是烟草上班的 二弟妹也有地儿 他也盖来了 就是他那个大闺女 跟那个二弟弄不了 怎么说也弄不了 什么意思 他不想弄啊 还是弄不来呀 这是两个闺女 不是 咱们那工程处不给办 闺女是谁 是谁呀 是老二的 他有两个孩子 一个大闺女 二闺女 不给办什么呀 就是现在他缺什么文件 因为比如说 您拿着一堆文件去了 人家说你缺这个缺这个 你补去 人家让您补什么呢 对 他就是档案的盖章 跟档案有什么关系 因为现在工程处 据我所知 他要证明个亲属关系 对吧 对 亲属关系 那一般我们有两个途径 一个单位的人事部门 出个证明 证明我们的 他可能就是出在这儿了 问题就出在这儿了 那个单位还在不在 还有吗 那个我不知道 还有种可能 原来单位没了 那你找派出 出那个亲属证明不行吗 不行 派出所说 他是管户级的 跟那个没有关系 那不是这么说的 那我们很多打官司 办公证 户级和那个 关系亲属关系 就是属地派出所 根据档案来出啊 他没有档案 两个 他那个 张花亮没有档案 他的大闺女没有档案 有户口本 有户口本 没有档案 他有户级 派出所那户级 当年是那个 这个叫什么 录入的时候 应该有他们的 相应的档案资料啊 应该有啊 你户级从哪里转了 他这个现在户口在哪里啊 在罢州 我们一般都有一栏 说你何时何地 迁来本纸 你看一般都写的嘛 何时由何地 迁来本纸 这一般都 这个户口最下面 有这么一栏的 他这一定要 显接上的嘛 所以你从这个意义上 说排出所 应该有我们相应的 这个户级管理人员 相关的那个 档案资料 应该有啊 他说没有 现在要求您补充这个材料的是公正处 那除了这个亲属关系之外呢 死亡证明是也有问题吗 死亡证明没有问题了 他也拿了这个原件 就原件都有了 对 是吗 所以实际上 他缺的是一个人事档案 所以他没有社保是吗 没有 没有社保 他没有人事档案 没有社保 二小叔子的跟侄女的 二小叔子和侄女的 这个亲属关系证明 开不出来 对啊 因为我看到了 你工程书给你开了一个 人事档案抄写表 不是说了吗 对 说需要要一些什么 这个相关的情况 对吧 证明是父母子女关系 趋势的时间等等等等 这不都写了吗 对 那这个不行吗 这个行 就是差那老二的吗 刘淑琳是谁啊 我婆婆 婆婆 这是从大华开出来的 对啊 人事不开的 这个老二单位 开不出这个了 开不出来 为什么呢 他说没有档案 就开不出来 您这个老二的大女儿 现在多大呀 现在也 他数 马的也三十 那他有工作吗 他没有工作 干个体 二小叔档案丢失 干个体的侄女 也没有档案 这让她们的亲属关系 证明不能顺利开出 而由此无法办理 房产过步手续的余女士 自然感觉非常忧心 余女士表示 她已经到相关部门 跑了很多次 但因为不符合要求 一直没能办成 为此 一家人也想了很多办法 但似乎都心不通 怎么这有老头呢 好呢 还好点 没老头了 我跟您说 我更没有办法了 你现在即便是 放在老公公名下 他也同样的问题 因为老婆婆去世了 老婆婆去世就发生既成了 我们经常说 在夫妻 婚内取得财产 是夫妻共同财产 有一半是老人家 大家都认可 其中还有一半 你们有三个子女 加上老人家 人家各有四分之一 也得对这个事进行表态 你绕不过去的 你即便放在老公公名下 这个事也绕不过去 对于父亲的财产分配 始终没有表态的张家二儿媳 会有怎样的说法呢 张家二儿媳表示 丈夫和女儿没有档案这件事 他们一直都知道 但并没有引起重视 因为平时用不上 他们便没有理会 如今看来 这却成为了阻碍家人关系的大问题 所以就现在要 首先要问您一个态度 就是这个事不是没有办法 不是彻底没有办法 就是您愿不愿意 就打心眼脸 愿不愿意帮着您大哥嫂子 把这事给办 我愿意 您肯定是愿意的 我肯定是愿意的 就是在这个方面 家庭内部关于房产分配 是没有意义的 没有 公公婆婆啊 对老两口 他们拥有的是三处房子 对啊 做了这样的安排 我刚才听那个大嫂介绍 就您家的这个 老了听了 已经过户到咱们名下了 是吧 对啊 那么大哥那个还没有闹听 还没过户 我现在在这里跟您确认一下 光说您这一家啊 因为您的先生已经过世的时候 我看你三年过世了 对啊 因为他的权利就是 您和您两个女儿来继承了 对吧 那么您和你两个女儿 对于现在爷爷奶奶这个安排 还认账吗 还承认吗 就这个房子承认啊 还认可是吧 认可 那您看这样行不行啊 关于这个房子怎么过户到 就是海淀这个房子 怎么过户到大哥名下 这是一个技术问题 应该是可以解决的 那我代表这个大嫂提一个要求 您能不能今天在这里 您甚至于要求您两个女儿 对于海淀的房子 愿意给大哥来继承 你们放弃相关的权利 表一个态留一个文字 放弃啊 放弃 放弃 当然这里法律上 你还不能代表两个女儿 两个女儿没到场 理论上两个女儿也要签字 到了一位上 不管谁就要全部到场 因为我看他有两个女儿 他有两个女儿 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呢 就是起码他这一支 老三才说老三的 才老父亲的 那这些事就是要做起来 所有的继承都要表态 那么现在如果您刚才说 认可这种安排 认可这个 认可 张家二儿媳告诉我们 对于配合大嫂过户的事 她始终都在积极配合 她还表示 自己和二女儿的证明 早已开好了 看来对于大嫂的过户问题 张家人的态度一致 他们的困惑 只不过是技术性的问题 这个难题 还能否寻找到转环的途径呢 因为这个问题 技术上存在一些障碍 通过办公证 如果办不下去的话 我建议你们 可以通过法律诉讼 不是真的有矛盾 刚才弟妹说的话 你也听到了 我相信 她跟她的两个闺女 也是这么想的 包括你那个小书子 小小书子 那么既然是这样 那就完全是出一种 技术解决 或者我们叫程序问题 那么法政怎么办呢 因为这里边 这个房子能够顺利地 过户到你老公名下 老大名下的话 公公要表态 公公健在对吧 公公要表态 二弟妹 就二弟妹 和他两个孩子 两个侄女要表态 还有你那个小书子 小小书子 他们小小书子 本人要表态 这五个人要表态 才能够顺利地 过户到老大名下 那法律上 你就可以 再让他们充分理解 你打官司 不是真告状 因为民事诉讼 要有原告和被告 老百姓经常可能觉得 当被告不光彩 当被告生气 这个一定跟他们解释清楚 如果他们 你说不清楚 我跟他们说 今天弟妹在 这个当被告没关系 而且民事诉讼 原被告地位平等 它跟刑事被告不一样 那是犯罪分子 犯罪嫌疑人 这肯定是一个贬义的意思 所以通过这种方法 你老公当原告 把他们四个人 当成被告 甚至我一会儿 可以非常简单 给你写个诉状 也不用花钱 那就是说 我们有这么个事 那么现在我们 发生一些困难 需要通过司法确认的方式 我们来解决 过户继承问题 那么然后我提起诉讼 经过讨论 嘉宾们给出了 一个解决方案 那就是 在其他人 没有意义的前提下 由于女士和其丈夫 作为原告提起诉讼 来主张对这处 房产的继承权 基于这个方案 陈旭律师 还为他们提供了 详细的法律咨询和建议 发现 性民性别 性民性别 年龄民族籍贯 工作单位住址 还工作单位职业住址 加上点一电话 这是原告 原委告想要多应该点 这是所有的原委告想 所以是一个点 按由是什么呢 是继承 那么诉讼请求是什么呢 请求人民法判令 位于北京的海田区 就你那个房子锁在地 海田区什么时候 是盗到房屋 归原告继承 那么第二 诉讼被依法处理 因为让人承担没道理 依法处理完了 那实施理由是什么呢 原告与被告 被告一 就是父亲 把父亲列在第一位了 是父子 父子关系 原告与被告一 系父子关系 被告二 写的是那个弟妹 孔雷连的名字 系原告大弟妹 被告三四 是两个侄女 系原告的侄女 被告之女 被告二侄女 被告五 系原告小弟 想问的吉诚人 怎么法这样教的清楚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原告之母刘淑林 于哪年哪月去世 原告之大弟弟张华亮 于哪年哪月去世 这个也交代清楚 然后呢 这主文是 原告之母刘淑林 明下有一套 位于刚才说 海底军的房子 早在母亲生前 家人既已商定将 该房屋分给原告所有 现由于母亲去世 该房屋发生几成问题 但在办理继承手续 办理继承手续过程中 过程中 出现了一些原告 无法客户的困难 为此特效人民法案提起诉讼 请人民法案 判出所请 那简单说 因为我这里不在产 还没关系 因为书上什么东西呢 书上它能够起到一个 你有明确的诉讼 你就明确的语言 被搞 这个案子归法案馆等等 能够证明这是一个 应该归人民法案馆的案子 这么一个作用 你这样就可以了 我这样子归人都看了 我可以不在买为了 有没有行为了 我可以在买来 这一步的案子归 我可以做什么 我可以做的 没关系 你这样子归 我可以做的 你这样子归 你这样子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